政府早前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强制死刑的替代刑法 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指出 基于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考究其他建议 因此原定今年底出炉的研究报告 下个月才会出炉 以提成到内阁讨论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今天出席人权委员会活动后 受媒体询问时指出 以联邦法院前首席大法官丹斯里理查马拉尊为首的特别委员会 原定这个月完成研究报告 向内阁建议有哪些取代强制死刑的可行方案 刘伟强强调 任何建议都可能影响现有已被判死刑的1281名囚犯 因此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完成研究 部长也点出 一旦刑罚落实 一些强制死刑囚犯可能重获自由 他以严重的罪行为例 判监30年 当中有些囚犯等待服刑的时间 可能已经超过30年的刑期 理应可以出阅 刘伟强预料 报告下个月将出炉 他在审阅之后将提成到内阁讨论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